各位讀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旅游作家King Chen 这是我2024年新的作品,请参考一下 那我这次要回复读者的问题,就是有关于日本路径 不管路径,大阪,东京,或者是九州的福岗等等都是一样的问题 同行家人,我们的填写VJW,VBJOPANWEB的同行家人这个定义 第一点一定要先特别注意的,就是行动,他的定义是行动不变的人 可以挂在你的同行家人,包含就是你的幼小的小朋友 通常在0到12岁以内,其实都是可以挂同行家人 那你又说我如果未成年,可能未满16岁18岁 那就要看你的孩子,有没有自己的VJW的账号 其实他自己个人申请账号,因为他已经对日本来讲 12岁以上就视为大人了 他可以独立的就是搭飞机出国,出路径 那当然啦,如果说是坐轮椅的啦,或是行动不变的啦 或是可能是残障人士的话,亲属可以挂在同行家人 以上就这样举例,应该会比较清楚 那读者的问题是说,我一家人挂一个账号 同行家人的话,那我挂一个同一个账号 我要入关的时候,我要出示QR Code很麻烦 其实一点也不啊 因为你挂在同行家人的话 第一个,他就表示你可能没有上去填过资料 所以你才会问这个问题 他有一个下拉式,当你填好的时候 第一个,爸爸的名字 然后第二个,小朋友男生的名字 你可以下拉式选择 你选择爸爸的时候,秀出就是爸爸的QR Code 你选择你小孩的名字的时候 就是小孩,第二个就是小孩子的QR Code 所以并不会因为说要更换账号 有一些什么问题 好,那再来 一家人可能有妈妈 可能有爷爷奶奶 他们都挂同一支手机啊 那当然啦,以规定来讲的话 爸爸要一个账号 妈妈,妈妈并没有行为 行为没有办法不方便 妈妈也要挂一个账号 爷爷一个,奶奶一个 挂四个账号 我就只有一个手机 哦,太惨了 只有一个手机 不过也没关系 那我要切换账号特别麻烦 其实以这个例子来讲 我会建议就是 那你登记好的时候 就是你上网这个账号 填好之后 秀出QR,显示QR Code的时候 你可以先用COPY截取 那个妈妈的QR Code 爷爷填好了 爷爷账号填好了 爷爷的QR Code 奶奶填好了 就是奶奶的QR Code 都把它截取出来 存在同一个相机 相簿里面不就OK了吗 所以用这个方式 希望有其他的读者朋友 如果遇到相同问题的话 可以用这方式来解决 好,那我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 其实用这种方式 就可以解决了啦 所以我就针对这个问题 做简单的分享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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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